那么它的主要创新点我们认为就是两点 一个就是数据的创新 另外的就是主题的创新 就是说我们研究这个复工复产 是不是可以做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它的可复制性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差 就是说我们很难把这样一个这篇文章 用这种方式去复制 那么我们在想基于这样一个主题 以及基于刚刚第一篇文章 它的空间分析的方法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两个基于这样一个主题下 对这个空间分布的这样一个传播模式 进行一个分析呢 那这就是我们这篇文章要做的事情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研究了 那么就是机器学习方法的一个应用 那么我们主要用的还是一个瓦斯斯坦距离 瓦斯坦距离 那么这个瓦斯斯坦距离 它主要是用来度量两个分布之间的距离 那么它这几年 它应该是被计算机领域 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运用 它主要用于人脸识别和图片分析 那么在我们经济学领域 我们现在主要在用的 就是我们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 是专门用瓦斯斯坦距离 去研究产业的空间分布 就是说我们产业之间的分布的相似性 那么我们也同样的也要用蒙特卡洛模拟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 就是第三篇文献 agglomeration within an open area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它其实提出来一个 就是我们怎么去基于统计学方法 假设检验 然后采用蒙特卡洛模拟 来判断最后它的一个显著的概率 这个是其他领域可能没有考虑到的 就是比如说你像人脸识别 它并没有这个问题 人脸识别它就看对还是不对 对不对 它就最后这个照片上的人 和我这个实际上的人 是不是被它给识别出来了 yes or no 是吧 那它并不是说考虑一个 所谓的概率的问题 当然它这里面有个正确率 那么这个是怎么去看呢 就是说产业的不同的点 在空间上的点 比如说蓝色的点和红色的点 我们说这蓝色的点 这其实我们就跟前面的第一个 就是John Stoll他干的事情是类似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两个点 红色的点和蓝色的点 是否这个是空间相似的 那么如果我们假设一下 假设这个红色的点就是发病的病例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是小区 某一个小区里面 它有多少个新冠患者 那么它的这个患者 那我们假设这个周围的这个蓝色的点 是这个 比如说是教堂 或者说是这个银行 或者说是这个某一个小超市 就是假设这一系列的这种公共场所 那么假设黑色的点也是 黑色的点也是这样的 这样一个也同样的是这样的这个公共场所 那么我们想这个红色的点和这个蓝色的点 是不是空间 就是我们红色的点发布 是不是跟这个蓝色的点有一定的空间 分布相似性 因为我们研究的这些对象 大部分就是是一些 就是人们在日常选择的过程当中 采用究竟原则的一些这个场所 比如说银行 比如说诊所 比如说超市 农贸市场 我们说都会选择就近的场所 对吧 我们并不会是说我选远的 那么如果这个就近的场所的分布 跟我最后发病的分布相似 很相似 而跟一些其他的分布并不相似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判断 这个里面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相似性 而这些场所存在一定的这种 成为传播的像一个 这个潜在场所的可能性 这就是我们用这个机器学习算法去做的一个应用 那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也说复杂 也很复杂了 但事实上它就是计算两个分布之间的距离 那么当然我们采用了这个机器学习 就是计算机领域 他们对它的一些这个感染的方法 也就是引入了这个震责化和这个不动点的迭代等等 用这个think home的这个一个算法 去把它提高它的一个算法的精度 当然了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第二步呢我们要去判断这样一个反事实 是否是就是有一定的概率 那么我们要用一个原假设 也就是说基于这个分布 J它空间分布既定 那么分布J和K之间不存在空间分布相似性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J你理解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发病的这个病例 它分布既定了 那么这个分布的K呢是什么呢 比如说银行的分布 教堂的分布 沃尔玛的分布 那么在空间上的分布之间 是不是有相似性 如果我发病的跟这个空间 跟这些场所的这个 这个分布更相似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些场所可能是潜在的危险场所 那么这个当然我们说 我怎么去判断呢 我们说我们要对这个 进行一个反事实的一个抽取 我们要抽取这个所有的潜在点 就进行1000次抽取 最后我们说 比如说我银行相较于其他的公共场所 他的这种概率更高 甚至可能概率 相对于其他随机的这个抽取的方式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